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孙宏蕾点评赵丽颖地位,圈内人是认同的真相 在中国娱乐圈的众多女演员中,赵丽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她都能够称得上市顶尖水平 而她近年来不断提升的气质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如今备受瞩目的赵丽颖来说,她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呢? 一个简单的细节在蒙探中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在这个综艺节目中,演员孙宏蕾的一番言辞充分暴露了她对赵丽颖的极高欣赏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透露出孙宏蕾对赵丽颖的欣赏之情 当她看到赵丽颖时,不仅迅速前去拥抱,还贴心地说,最近你状态十分好 这简短而贴心的交流足以表明孙宏蕾对赵丽颖的认可和尊敬 而当她介绍中戏老师认识赵丽颖时更是印证了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展露头角,人气愈佳旺盛 此外,孙宏蕾还公开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赵丽颖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的出色表现 她对赵丽颖在剧中的精湛演技竖起了大拇指,为她点赞不已 在探讨如何评价年轻一代演员时,孙宏蕾强调演员应专注于提升表演素质,成为能胜任不同类型角色的全能演员 对于赵丽颖,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她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孙宏蕾更表示期待未来与赵丽颖有机会合作,共同创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这种前辈及演员的高度评价无疑为赵丽颖的演艺事业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赵丽颖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从一个农村女孩的出道开始 她曾经经历过无戏可拍的艰难时刻,还被导演当众指责是猪嘴 这番话不仅伤害了赵丽颖的自尊,也导致剧组成员对她的排挤 甚至连年夜饭时也无人叫她,最终由张瑞看不下去请她到自己房间吃饭 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于张瑞来说可能并不重要 但对赵丽颖来说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善意 在她走红后,她不仅多次公开感谢张瑞,还慷慨地介绍资源给她的女友 展现了她对于曾经的帮助的感恩之心 在演艺生涯中,赵丽颖还曾遭遇到迪欧的嫌弃 但浪琴公司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仅保护了赵丽颖的形象 甚至在她生孩子期间也宣称不更换代言人 而赵丽颖全面复出后,为浪琴带来了更高的人气 这些经历不仅让赵丽颖更加懂得感恩 也使得她如今在娱乐圈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代剧都备受欢迎 近期,凭借风吹半夏依据,赵丽颖再次取得了巨大成功,广受欢迎 她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出色的演技,艳丽的外貌以及不懈的努力 还源于她与其他明星的合作所带来的互动效应 以及在网络时代中与粉丝的积极互动 赵丽颖的成功之路是勤奋与才华的完美结合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 孝战王一博不同台也不互动,内幕揭秘,默契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 自电视剧陈情领大受欢迎以来,孝战和王一博迅速跻身知名流量艺人之列 他们以出色的外貌和卓越的表演技巧赢得大批粉丝的拥戴 然而,取得佳绩后,两款宝藏男孩孝战与王一博彼此间的同框与互动明显减少 这让观众感到疑惑不解 实际上,两人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互动 主要是因他们是通过陈情领一举走红 但如今文娱市场对单改题材限制重重 如此情境下,若仍频繁互动,恐将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另外,他们亦各自忙碌,希望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职业发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孝战和王一博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有些粉丝对他们的CP关系十分敏感 不愿见到其在公开展示上过于亲密 在此背景下,如继续频繁互动,恐怕会引致意料之外的争论和矛盾 因此,为维持长期稳定并利于角色塑造 他们决定不再主打二次元CP概念 此外,方面内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令他们必须保持自身独特性 不可过度依赖CP关系维系知名度 综上所述,孝战与王一博选择避免公开互动 主要是基于个人事业规划和避免无谓的冲突考虑 他们需保有独立性和个性,提高表演技艺和专业能力 以便在演艺圈取得更为长远的进步 尽管这次两家明星合作并未引发明显的矛盾和纷争 但实际上,在娱乐圈这样的竞争环境里 获得优质资源便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两位明星为同一资源竞争时 粉丝们出于对自家偶像的喜爱 纷纷发表观点,互动频繁 从而可能导致一些相关争议或误解 对明星而言,优质资源至关重要 若两人同时争夺同一资源 关系难免变得微妙 尽管私交不错,但在公众场合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 他们或许会保持适当距离 此外,王一博和孝战均有着繁忙的日程安排 相距的机会较少 即使有心与对方交流 也未必能实现 因此,请大家理解他们的职业与生活 给予适度关注即可 无需施加过大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2年底腾讯星光大赏的活动上 王一博和孝战最后一次同场亮相 尽管部分粉丝对此感到惋惜 但仍应尊重其个人选择 并鼓励他们在未来取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此次盛会 八位备受瞩目的明星获得VIP之星荣誉 其人气与才华自不用质疑 新近艺人如杨幂、吴某凡、王一博、赵丽颖、杨子、孝战 迪丽热巴及杨阳阳皆在此列 足以可见此聚会覆盖面之广 所料未及的是 由于孝战粉丝呼声较高 现场氛围略显混乱 他们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过度热烈的场面难免使其他人感到不适并影响整体活动效果 人红是非多 这句古话诚然有理 孝战先生 作为备受瞩目的演员 在当前的影视界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凭借着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并拥有众多忠实粉丝 然而 这其中一半随着风险 他的广泛影响力和部分粉丝的过度热情可能对他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公众场合 孝战先生需兼顾他人感受 尊重在场每一位成员 包括王一博先生 王一博与孝战在某些方面虽然存在竞争 但是他目前主要专注于电影领域 鲜少接触电视剧项目 另一方面 孝战已有丰富的电视剧经验 且今年已与知名导演徐克携手 共同打造了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若该剧能获得良好反响 相信孝战先生将更积极地涉足电影行业 以此来扩大自身事业范畴 众所周知 娱乐界有着清晰的层次划分 如电影咖相对更为高端 而电视咖又戏分为剧作人和综艺人等类别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评价明星时 人们的侧重便有所不同 然而需要明白的是 此种区分并非优劣或高下之分 仅为行业惯例 在此背景下 关于两位知名男演员 孝战与王一博之间的关系 在近年来引起了一定热议 众多媒体及部分综艺 将二人称为伯军一校的CP组合 但需注意 这一说法真实性如何 或是市场话题炒作 尚无确切答案 有一些关于孝战和王一博的问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他们为什么不在同台合作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场合互动呢 首先 我们知道伯军一校 曾经是一对默契十足的搭档 他们在一系列作品中 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为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近来我们注意到 他们似乎在公开场合的合作 和互动有所减少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官方回应 但有一些可能的解释 首先 明星的合作关系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包括工作安排 个人发展方向等 可能是由于各自的工作安排和项目选择 导致了合作的减少 其次 明星的私人生活也是需要保护的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选择在公共场合保持低调 避免过多的曝光 至于他们是否在私下有联系 目前我们无法确定 明星的私人生活通常是他们的隐私领域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空间 或许 他们在私底下仍然是好朋友 只是选择在公众面前保持一些距离 总的来说 明星的个人决策是复杂而多样的 我们期待能够看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更多的成就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 继续关注他们在事业上的进展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